大林縣玉溪地區農會 康明義農友 從農糧書中手中接下講座 來自花蓮玉裡農友康明義 開心抱回台灣稻米達園冠軍費 有機米組冠軍殊榮 而來自台東池上吳阿森 則是座上台灣好米組冠軍寶座 我基本上我的種植方法 是一切自然而主 要不加些什麼東西 就是除了凸草之外 他幾乎都是很吵多 跟放有地點 還有幾乎不去干涉他 這樣子的影響 順應他的自然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花蓮這個 花蓮地區沒有污染的空氣 然後修護嵐溪的好水 還有那個桂桂線的陽光 用花蓮特有的黑窩 才能做出品質的好 飽滿米粒散發出 經營剔透光澤感 從外觀 重量 品質到口感 北線通過五道關卡 打敗來自55個鄉鎮 822位重道高手脫穎而出 才能奪下稻米界最高榮譽 再在考驗農友專業技術 以及應變能力 而署長也透露 比賽明年會有新變革 所以要一年比一年更好 我們要求的是 一定要是對生產者 勞動者 他本身的福利 還有對於大地友善 同時對消費者負責任 安全可以追溯的 這樣的一個道理 這樣的話我們才讓他來參與競賽 未來要有產銷履歷 有機驗證或通過友善更做神任 才有機會拿到參賽門票 主辦單位農糧署提高賽事規格 鼓勵農友朝向安全 高品質以及環境友善方向努力 提升國產稻米競爭力 原來是鄭仁宗台北財務報導 一個步驟 我怕他要做旨 我怕他要做旨